大家好,欢迎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我是艾迪 这是一期关于摄影设备的内容 聊聊我目前正在使用的器材 总结一下在2020年都添置了哪些新设备,又卖掉了什么 具体都是怎么个思路和规划 虽然说设备不重要,相机后面的头脑更重要 但是购买器材是玩摄影面临的第一问题 毕竟谁都不想花冤枉钱 所以放心,有我呢 我来帮大家折腾 希望这个视频呢,能够解答大家对摄影器材选择上的一点点困惑 也欢迎留言来讨论 总的来说,不同的拍摄方向在设备选择上呢 会有不同的倾向 也会根据个人的拍摄喜好略有不同 目前来说我的主要拍摄题材呢,是城市风光 65%是日落和城市景观 30%是建筑,大约5%是自然风光 当然我估计自然风光这个比例在今年呢,应该是接近为零 不过还有几个月,掐头去尾呢,暂时就算是5%吧 作为职业摄影师呢,平面照片和视频 还有严实视频,我都拍 所以我的设备,基本上就是围绕着这个拍摄方向 所架构的 相机我目前一共拥有两台没有背机的概念 这两台呢,各有用途 在拍摄的时候呢,可以同时取两个不同的景别 一个拍广角,一个长焦 或者同时拍两个不同的建筑 也可能一个拍视频和延时 另外一台相机呢,就拿来拍照片 这两台相机同时工作的好处呢 是可以提高每次出行的效率 这样出片率就变成了两倍 今年我卖掉了富士XT100 最主要的理由呢,是因为它是一个入门级的相机 4K视频的质量呢,和XT3相差的非常远 XT100的4K视频呢,只有15帧 这两台相机拍摄的素材 放到一起的时候呢,看起来会有很大的差别 所以刚好7月的时候呢,遇到XT3 第一次破天荒的跌到了999美金的时候 我立刻就下单了 虽然那个时候呢,已经推出了XT4 但是我呢,还是毅然决然的买了XT3 是因为我平时拍视频的时候呢 基本上都是用三角架拍摄的 很少有手持相机的机会 防抖功能呢,虽然很诱人 但是面对999的XT3和1699的XT4 我的钱包告诉我,性价比呢,是第一位的 于是就有了我现在手里的这两台XT3 一台正在拍摄这个视频 另外一台呢,我平时也可以拿来给大家做演示了 那肯定有人好奇,为啥不买XT30呢 不用等,就是999的价钱 有优惠的时候呢,只要899 在我看来啊,XT30是一台很好的相机 它和XT3最大的不同呢,是没有防水防尘功能 没有这个ISO波盘 视频功能呢,也略逊色 没有XT3的双卡槽 这些呢,都是我比较看重的 那如果价格一样,哪怕贵100块钱 我肯定会选择XT3的 原本计划呢,今年还要购买一台X100V 但是比起999的XT3来说呢 后者的性价比对我来说要更高 毕竟X100V呢,它更偏向于情怀相机 日常拍摄,随手拍点情绪照片什么的 非常好用,外形也帅到不行 可是想一想呢,一时半会儿 我可能也没什么机会出门扫街了 不如就把钱花在刀刃上 工作第一,情怀呢,暂时就先搁置吧 如果你在购买相机的时候 只是为了记录生活 也不想偿换镜头 那X100V绝对值得考虑一下 相机配件方面呢 我卖掉了3-Legged Thin的通用L快装板 因为啊,我终于受不了 每次换电池都得把它拆下来了 买了3Vphoto的快装板 它的底部呢,只有一半 刚好躲开了电池盒的盖子 3Vphoto的产品呢,其实我以前也买过 现代的质量啊,可以说比以前真的好太多了 手感特别的好 细节设计呢,也加强了很多 当然它价格呢,也不便宜 49块95美金 我还有一个很便宜的快装板 最大的不同就是这里的缺口 在竖拍的时候 使用云台很小的三点架势 这个缺口就卡不住了 只能卡在旁边 并且它的材质呢,会很软 3Vphoto的这个呢,就好很多了 在购买这类快装板的时候 大家还要特别注意一下,下面这个螺丝 这种一字的呢,就特别好用 用硬币和手拧都行 材质呢,也很坚硬 像这个便宜的,拧不了几次 中间的那六角呢,就圆了 质量贼差 电池呢,我目前一共有4块 3块原装电池 买第二台XT3的时候呢 送了这么一个副厂的Watson 使用上呢,目前没有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外置电源我使用的是之前推荐过的 Anker PowerCore Speed 20000PD 它可以为XT3开机充电 也就是我拍视频和延时的时候 中途可以不用停机换电池 插上它就可以了 空电电池呢,等拍完之后就充满电了 你说神奇不神奇 相机背带平时用的很少 推荐这个巅峰设计Peak Design 它有两款 我的这个呢,是窄版的 适合富士这类比较轻的相机型号 还有一个宽版的,适合单反用户 它的最大特点呢,是这个快拆设计 不用背带的时候,可以拆下来 想用的时候呢,直接卡上去就行了 特别适合我这种 一会儿用,一会儿不用,挨抽风的 快门线,我一共有两根 都是JJC这个品牌的 有电子屏幕的这个呢,用来拍延时 挺好用的 它有个独立电源开关,特别的省电 平时只触发快门 不用计时器的时候呢,根本不用打开开关 直接按下去就可以拍摄了 所以平时我录视频呢,也用它 这样就可以坐在相机前 按下开机键,自拍了 机械快门用来拍照片 没啥特点,就是造型炫酷 站在街边,手持快门线 有一种拍老照片的感觉 机械快门线是富士用户 比较得意的设计之一 配上复古造型的相机机身 别提多来劲了 我目前拥有四个镜头 使用最多的是1655这个镜头 就是现在正在拍视频的这个 用Bridge统计 在2019年拍摄的照片里呢 几乎80%都是由1655负责拍摄的 它属于标准变焦镜头 等效焦距为24到84毫米 可以覆盖旅行中绝大多数的场景 算是一个非常颤值的挂机头 我平时拍视频呢 也都是用它拍的 自动对焦的速度很快 画质也相当的不错 毕竟它是富士旗舰级的 标准变焦镜头了 缺点是体积大 相比1855的小巧来说呢 1655是它的两倍重量 但是我看中的是 1655的防尘防水性能 这在旅行当中啊 能够让我更放心一些 三米洋12毫米超广角镜头 是使用率排在第二位的镜头 购买它的理由呢 非常的简单 就是便宜 作为一个仅售价260美金的镜头 它可以说是性价比极高 体型非常的小巧 做工呢也很不错 光圈F2的时候啊 确实比较肉 缩小到2.8呢 就比较锐利了 画质说实话 让我很惊讶的好 这个呀 大家可以看看 我发过的几张照片 边缘即便 属于能接受的范围 这个能接受啊 完全是基于 我用过佳能1635二代 和1740的经验基础上来说的 它的缺点呢是 它是一个手动对焦镜头 变焦阻尼非常的色 转起来特别的费劲 还有呢 就是用它拍摄的时候 在屏幕上会显示为F0 拍摄的照片呢 不记录光圈数值 这让我在拍摄教学视频的时候 非常的不方便 那目前它已经有了一个新的版本 价钱是一样的 金属卡口的设计呢 会更好看 那如果你囊中羞涩 却又想买超广角拍拍风景 这会是一个很值得推荐的镜头 你是不是好奇 我为什么不买富士1024呢 在我购买的时候呢 1024已经推出了有四五年了 再加上它没有防水设计呢 让我觉得有点不值999 所以我推测富士会在不久后 更新这只镜头 所以我当时就买了这么一个 三样12作为一个过渡 这一等呢 就是两年多 这不是刚刚1024 带有防水设计的新版本 马上就要出货了 终于熬出来了 富士55-200是一个不让人失望的长焦镜头 它很不起眼 在50-140和100-400的光环下 除了价格便宜 几乎没有理由让人关注到它 我购买它的理由呢 就是因为轻体积小 这对平时徒步和旅行来说非常的重要 我实在不想回到背着大炮筒子出门的日子了 价格便宜 只要699 我买的呢 还是二手的 花了430 并且橙色特别的新 有一种简陋的感觉 它的画质呢 也让我挺惊讶的 本来没抱什么太大的希望 毕竟平时用的机会呢 也不是特别多 但是拍摘的效果真的很锐利 所以我现在呢 就用它拍摄建筑特写 这个镜头虽然有防抖的功能 但是长焦镜头的一大特点 就是不容易端稳 最大光圈3.5到4.8 意味着它在弱光下的表现不会出色 但是拍程式和风光 绝对是绰绰有余了 第四个镜头 是我从来没提起过的 富士80微距定焦镜头 买它主要是为了拍产品用的 微距镜头的特点呢 是1比1 放大比率 也就是物体多大 在相机内呢 就可以拍出多大 拍产品特写 非常的好用 我的博客上出现过的产品照片呢 基本都用这个镜头拍的 它可以说是我用过的 成像最锐利的镜头 所以如果你打算拍美食 或者是小玩具什么的 这个镜头绝对值得一买 除了摇晃这个镜头的时候啊 里边有奇怪的声音之外 这是一个接近于完美的微距镜头 这里呢就顺便聊两句二手设备 一般来说呀 不太常用的设备呢 我就会优先考虑选择二手 不常用是指使用频率比较低 它的重要程度呢 也不太重要 比如说1655使用频率极高 我呢就会选择优先购买全新的 但是遇到橙色比较新 价格比较低的二手啊 我其实也会考虑 但是这样的货呢 比较难遇到 只能随缘 我呢只会从个人手中 购买二手器材 买的时候呢 也会看看这个人的记录 是不是职业贩子 看图片的时候啊 关注几个细节 第一 是否有磕碰的痕迹 说明这个镜头有没有摔过 这个呢 还是很容易分辨的 再看看镜片有没有划痕 还有呢 就是镜头背后的触点 使用次数比较多的镜头呢 在触点这里 会有很明显的黑色 它是因为长期摩擦所产生的 所以如果触点这里 看起来是几乎看不到黑色痕迹的 那就说明这个镜头平时啊 它用的很少 但是像三阳12这种手动对焦的镜头 它是完全没有触点的 所以是没有办法通过这种方法来辨别它的使用频率 除了两台相机之外呢 我还拥有一台 大江Action运动相机 和一台Pocket 零某口袋云相机 它们两个主要是负责边走边拍的视频内容 或者拍一些体验感比较强的 Pocket负责一切运动的镜头 因为它呢 有防抖功能 体型小 平时呢 我就放在兜里 刚刚大江宣布了Pocket的零某二代呢 就要马上就上市了 我也是小关注了一下 想想要不要升级 看完之后呢 还是觉得算了吧 像素特别的诱人 6400万 是拍摄照片的时候 可是我也不用它拍照片啊 目前来说呢 我觉得一代还是很够用的 但是如果你是第一次购买 我推荐你直接去买二代产品 关于Pocket的零某的4K画质 大家可以看我的早期视频内容 在2020年4月之前的教程呢 室内部分全部都是由大江零某拍摄的 室外的效果呢 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 带着玩具去旅行 那个视频 看看它的防抖效果怎么样 学摄影 从告别拍虚片开始 那个视频呢 是用大江Action运动相机 全程拍摄的 并且用的是相机内置的麦克风 给想要做Vlog的小伙伴们呢 做个参考 运动相机相关的配件 我推荐一个品牌给大家 叫做Paula Pro 它家的产品呢 真的是有那种 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从此就拔不出来的感觉 一水的黑金设计 用才讲究手感极佳 这不稍不留神呢 我就从他们家买了好几样了 这个呢是Pocket零模的运动支架 有三个卡口可以转接到三脚架的螺丝接口上 我呢把它装到这样一个相机背带的外挂上 就可以边走边拍了 这是我为了拍第一人称视角准备的 这个方案呢也是旅行中随行记录的好办法 另外呢还有一套Pocket零模用的ND滤镜 也是Paula Pro的直接吸在镜头上呢就行了 它是ND和CPL一体的 前面这个圆的呢就是CPL滤镜可以转动 在白天光纤亮的时候既能减光又能屏蔽反光 一套三个档四八十六 除了特别亮的中午这三个档位啊基本上够用 但是如果是海边那种完全没有阴影和遮挡的环境 就得买32 64档的才能把快门速度压暗来拍摄24帧的视频 背带悬挂系统呢目前市场上的选择并不多 所以这款刚出呢我就看上了 黑金颜色非常的诱人 设计相比其他的品牌呢要更巧妙一些 价格呢也比Peak Design巅峰设计要稍微便宜一点 徒步的时候用它挂相机或者运动相机和Pocket都行 所以你看不知不觉我就被Paula Pro拉进坑里了 滤镜组合呢没有任何的变化 还是这老几样 Li的Universal滤镜支架 它的特点呢是这个可以伸缩的遮光罩 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呢我会套上这么一个黑布套 这个是我自己做的 用来遮挡侧面的漏光 这在拍摄长曝光的时候呢是特别特别有用的 所以呢能够满足这个需求的就只有这款遮光罩了 它的缺点呢是太大了不好携带 现在呢有个加强版的新款 但是我觉得材质的塑料感太强 所以呢也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升级必要了 因为用了这个滤镜架的原因呢 CPL滤镜我就只能选这个105毫米的直径 体积超大价格超贵 十分的心疼 不过这些呢几乎都是一次性的投入 更新的频率极低 所以呢也就无所谓了 要买就买最好的 我拥有Li的全套ND减光滤镜 Little Big Superstopper三款 为了在包里好识别呢 我还分别给它们做了标签 分别为6档10档15档 最常用的其实还是10档的这一片 所以如果你只想买一片用来雾化水面 拍些长曝光的话 那就买10档曝光的这个Big Stopper最实用了 从盒子呢就能看出10档的这个 我用了很久都磨花了 它也是我第一个购买的ND滤镜 至今用了有七八年了吧 后来买的这两个外包装都变了 总体来说 6档曝光的适合日落时 矫暗的环境和视频 10档曝光的这个呢 适合日光下拍摄 15档曝光是用来拍摄超长曝光的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欢迎留言或者弹幕 我呢再单独做一期这套ND滤镜的视频 给大家看看拍摄的效果 GND渐变滤镜 我呢只有这一片0.9的软件变 基本上它就可以满足我所有的拍摄需求了 通常呢就是用来在日落时 压暗天空部分的曝光 这片滤镜呢也买了有七八年了 当时的主流呢还是这种竖纸的 到现在用起来呢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我原本担心会不会很容易坏 用了这么多年呢发现也没什么事 还是挺皮实的 镜头的UV滤镜用来屏蔽紫外线 也多少能起到保护镜片的作用 比如吃冬季的时候不小心溅上油 或者是手碰到镜片 我呢只买B加W的这个品牌 德国造 多膜质量高 有超薄和普通两种 广角镜头呢大家就买超薄的 长焦镜头就买普通的就行了 我呢只给常用的1655和55200 这两只镜头配了UV滤镜 广角镜头因为常年使用插片滤镜 所以呢就没必要配了 但如果你用广角镜头挂机的话 那就考虑配一个吧 目前我的拍摄需求要求稳定性和便于携带于一身 平时拍摄呢就是两台相机同时拍 拍延时和全景呢对稳定性要求要更高一些 因为设备呢会比较的重 所以我用这个LeoPhoto来图的三角架 它的型号呢是LS324C 买的套装搭配的是LH40的球星云台 这个三角架是目前可以找到的性价比最高的一款碳纤维三角架 无中轴设计刚好适合我 因为我从来都不用 缺点呢是它的体积略大 但是呢稳定性特别的好 所以大点也就无所谓了 碳纤维材质可以用的久一点也轻 三角架也是个长期的投资 更新的频率非常的低 所以推荐大家要买呢就一步到位 另外这个蓝色的是Benro白诺的TSL08A铝合金版本 选择它的理由啊就是轻小背着不沉 它的重量大概只有来图的一半 有中轴设计 但是整体高度并不高 所以我一般就是用它来拍摄我自己的视频 最主要的拍摄重担呢还是放在了来图上 这款三角架好像是海外专供或者是一个实验品 它确实和百诺其他产品线呢都不太一样 在某宝和某冬上呢完全找不到这么好的产品啊 希望百诺还是考虑一下让大家都用上 延时摄影目前我大多数呢都是定点机位拍摄 所以今年卖掉了C-Rip Genie Mini 2 当初购买呢是为了凑一套它的三周组合 既能拍延时也能拍全景 结果买了之后啊发现几个问题 除了稳定性不够好之外呢 它的全景模式达不到我的需求 不能调节镜头节点 所以最后啊我还是给它卖了 换了这么一套Nodal Ninja Ultimate M2 因为是不带全景底座的款 所以从订购到收到呢一共用了20天 收到之后还是挺惊讶的 没想到做工这么精细 在这之前呢我买过一套 Really Red Stuff的全景云台 也是因为达不到需求 稳定性不够好也给卖了 Nodal Ninja是非常小众的品牌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欢迎留言给我 我呢再拍个视频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全景云台 今天所说的这所有的设备都可以装进这个垃圾宝的摄影包里边 它的型号呢是Flipset Track BP450 AW 450是它的容量型号 还有250和350的要比这个呢小不少 如果你的设备不多 选择350会比较的轻便 450有个很大的优点 那就是它有非常好的深度 长焦镜头可以竖着放 这样呢就会非常节省空间 以上就是我的2020年摄影器材设备的使用心得了 今年呀没有什么机会初期拍 所以也就没有太大的折腾 主要呢就是把一些用的不顺手的设备卖掉了 重新组合了一下自己手头上的装备 让拍摄效率更高 明年呢我的拍摄方向不变 依旧是城市风光 外加自然风光 希望能有更多的旅行机会 可以为大家展示更多的拍摄技巧和相关设备 如果你也喜欢旅行和摄影 那就关注我吧 感谢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艾迪